和丈夫结婚五年 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撞破他有私生子后 婆婆当即表明态度 要把心肝宝贝孙子接回家 我现在身价不菲 不能没有儿子继承 既然你已经知道他的存在 我准备把他带回来 他们母子连心 态度一致 哪里还把我这个妻子放在眼里 既然他要他儿子 那我干脆抱着女儿 给他们一家人疼地方好了 毕竟 我家里的豪宅更大更宽敞 和朋友约好带女儿去游乐园玩 刚上完洗手间的功夫 就接到朋友的电话 他声音吞吞吐吐 也不说具体出了什么事 我心里一慌 快不敢去 女儿白净的小脸上 有一道明显的巴掌印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见我回来 女儿有了底气 冲过来抱我的大腿 妈妈 那是我最喜欢的星带路 轮到女儿的时候 这款限量版玩偶 只剩最后一个 后面的小男孩直接抢走 推嗓间还打了女儿一巴掌 我准备和这对母子理论几句 没想到那女人直接从包里掏出几张人民币 扔在地上 这些就算是我儿子打了小丫头骗子的赔偿 你可别贪得无厌 不然我让我老公给你好看 我被女人以止气使的态度气到 拿钱砸人 谁还不会了 直接把小男孩手里的玩具抢过来 扔在地上 狠狠地用脚踩脏 既然你要争 那干脆谁也得不到好了 女人气得胸口起伏 掏出手机打电话 老公 有人欺负我们儿子 没一会儿功夫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匆匆赶来 我眯着眼睛看向逆光而来的男人 他不正是我那样在公司加班 没办法陪我和女儿的老公固责吗 他看到我和女儿的时候表情一僵 足足愣了有一分钟 旁边的女人还不依不饶 老公 你说句话呀 而我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丈夫顾泽 老公 你怎么不说话 回到家 女儿见我脸色不好 贴心地钻进房间写作业 顾泽站在我面前手足无措 曾经 我被他这副天真帅气的样貌吸引 可如今将近儿立之年的男人 还是如此软弱的面孔 就让人厌烦了 你和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我的追问下 她告诉我 这女人是她在应酬时不小心惹下的麻烦 她知道孩子存在的时候 那孩子已经两岁多了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丰丰毕竟是无辜的 她身上流着我一半的血 作为她亲生父亲的 我不能不管她 说完她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我现在身价不菲 不能没有儿子继承 既然你已经知道她的存在 我准备把她带回家 我被顾泽气笑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见闻讯赶来 婆婆尖刻的声音 作孽啊 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跪这不会传宗接代的母鸡干什么 真是妖兽啊 你这逆子 明天就给我把大孙子接回家 孩子的高矮胖瘦我都不知道 我们顾家有后了 我总算可以跟家里的列祖列宗交代了 婆婆情绪激动 又哭又笑 恨不得现在就能看见心肝大孙子 顾泽从兜里掏出一部 我从来没见过的手机 打开相册 里面记载了那孩子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 而她手机里 我们女儿的照片不过寥寥 婆婆的重男轻女显而易见 而顾泽的重男轻女 我直到今天才发现 我和她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怀孕 那个时候 婆婆总是在我耳边提谁家添了孙子 谁家又生了二宝 为了抱孙子 她还去寺庙给我请了大师 天天逼我喝味道难闻的香灰水 后来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说 我有一侧疏卵管堵塞 怀孕可能有些困难 婆婆的脸色更加难看 更是直接当着顾泽的面说 要不要趁年轻换个老婆 顾泽黑着脸当着我的面 把她妈续了一顿 然后把她妈送回了乡下 没了她妈 我们感情越来越好 但一直还没怀孕 还是让我有些着急 应风夸慰我说 她就喜欢二人世界 就算一辈子没孩子也认了 她会把我当成小公主 养得白白胖胖 女儿出生 她也是先看刚出产房的 我再去抱我们的女儿 她亲了又亲翩翩 表示会一辈子爱护我跟女儿 后来她事业越做越大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就算偶尔陪着我 也会被一通电话匆匆叫走 或许她的出轨在那个时候 就早显端倪 而我却一直傻傻地选择 相信她 我想起偏偏出生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 她暗示过我再生个孩子 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剖腹产的痛苦 直接拒绝了她 后来 等我松口准备再生一个时候 她却说 我们有偏偏足够了 那里是什么足够了 她那个时候 恐怕就知道 外面那个儿子的存在了吧 想起游乐园那个女人 叫她老公的画面 我控制不住地恶心 以前看网上的新闻说 男人有钱 就变坏 我还不以为意 以为顾泽会是个例外 毕竟 她是我万里挑逸 选出来的好男人 现在的我 只想抽自己两耳光 真是蠢得天真 我和你离婚 给你和那个女人疼地方 听完我的话 宁风惊讶地瞪大眼睛 她不敢相信 身为全职太太的 我居然有离开她的勇气 楚瑜 你别闹了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只要你愿意 让我接风风回家 我马上跟外面 那个女人断了 你也知道 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 有多不容易 如果没有我 你和偏偏 怎么能过这么好的生活 你就不能原谅我 一时的迷失 离开我 你真以为 还能有这么好的日子 我闲雾地看向顾泽 放在我肩膀上 手脏 别碰我 婆婆立马维护 她的宝贝儿子 让她走 快奔三的女人 还真当自己是香伯伯 也就我儿子 把你当个宝 你现在不接受 我的宝贝孙子 以后 你求着我家顾泽 我也不会让你 踏进我家大门一步 顾泽的语气 可真狂妄啊 可她不知道的 是我和她在一起 才是屈尊降贵的 在过苦日子 我真是疯了 放着家里的 亿万豪宅不住 偏偏选择 和顾泽白手 起家打拼事业 打开女儿的房间 女儿手上 提着小书包 妈妈 我和你一起走 抱着女儿 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至少在这段婚姻里 我还有个宝贝女儿 宝贝孙子 等奶奶见到你 给你买糖吃 你想吃肯德基 没问题 奶奶有钱 以后天天带你去吃 小汽车 三千块 好 只要你喜欢奶奶 都给你买 客厅里 婆婆和宝贝孙子 视频通话的声音 不见断传过来 婆婆很抠 因为偏偏是女孩 她从来没给过 偏偏好脸色 小时候 偏偏不懂事 喜欢缠着婆婆 看见别的小朋友 吃冰淇淋 要求婆婆 给她买一支 婆婆戳着 翩翩的脑袋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瘦得像根火柴棒 吃了也白吃 我自认 没亏欠过婆婆 每个月 按时给婆婆 大几千生活费 她却连几块钱 都不愿意 花在我女儿 身上 提着行李箱 走出门的时候 顾泽站在门口 你可想好了 只要你能接受 疯疯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 结束通话的婆婆 过来帮腔 真不知道 你给我儿子 下了什么降头 不过你 如果能接受 我孙子 我勉强还认你 做儿媳妇 你可想好了 带着个脱油瓶 就算以后再嫁 也遇不到 我儿子条件 这么好的男人了 顾泽的条件好 我忍不住笑了 比起我家 还真是差远了 她那家 每年盈利过亿的公司 放在我家 根本不够看 还不够我家 每年缴纳税收的 百分之一 只要我爸开口 不出一天 就能让顾泽的公司 灰飞烟灭 以前我因为爱情 而选择顾泽 义无反顾地 和家里断了联系 本想着等顾泽 做出一番实际后 再把他领回家 可没等到他的出息 却迎来了他的背叛 我一只手牵着女儿 一只手拖着行李箱 慢吞吞地往小区口走 顾泽开着车 跟在我后面 你和孩子出去冷静几天 也可以 想去哪里 我送你 不必了 刚说完 一辆黑色的宾丽 朝着按喇叭 车窗缓缓降下后 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顾泽擒住我 放在门把手的手 眸中是喷涌而出的怒气 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谁 我好像没必要跟你解释 上车后 我看见一个女人 突然冲上前抱住他 徐然特别坏心眼地 放慢车速 女人容畏的声音 隐隐绰绰传到 我的耳里 顾哥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带着孩子离开 车上 许久不见的徐然 不似以前那般毒蛇 专心致志开车 倒是我主动打破尴尬 尽量用轻松的语气说 我以为你会讥讽我 挑选男人的眼光差 他白了我一眼 你总算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了 徐然推了一把 站在家门口的我 楚书这些年 一直都在挂念你 怀里的女儿 恰巧这个时候醒过来 软弱着声音问 妈妈 到外公家了吗 我深吸一口气 牵着女儿进了家门 我爸只是看了我一眼 然后熟忍地驱斗翩翩 而女儿也不认生 没一会儿就把我爸 哄得开怀大笑 想起回家偷护口本那天 我爸抱跳如雷地说 踏出这个家门 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 我那时候被爱情冲昏头脑 说顾泽是全世界最爱我的男人 他以后一定能给我最好的生活 可即使是他事与他事业 他事业蒸蒸日上 我也没想多少福 因为顾泽那个妈勤劳节俭的一辈子 才把顾泽贡赏国内最顶尖的大学 每次看见我稍微买贵一点的东西 就算是弯了他的肉一样 就连多做几道海鲜 都会明里暗里在顾泽耳旁念叨 我妈这一辈子养我不容易 老人家节俭惯了 你就让让他成吗 于是他妈在的日子 家里饭桌上的荤菜永远都是一个 顾泽不常回家吃饭 苦的就只有我和女儿 在家待了好几天 在国外攻读博士的闺蜜回国 许久未见的 我们便约着一起去逛街 抱歉 这件衣服我看中了 我抬眼一看 是顾泽养在外面的女人 随手又拿了另外一件衣服 那女人又从我手上夺走 同时冲着我挑衅地笑 闺蜜看不下去 想去跟她理论 却被我拦住 尚不得抬面的女人罢了 不过就是几件衣服 让给她算了 这怎么能行 她要是买不起 不是把这些衣服都摸脏了 想想就恶心 闺蜜和我一唱一和 女人被激怒 没了在顾泽面前的娇媚 拔高音调 你看不起谁呢 服务员过来给我买单 衣服很快被包好 女人刷卡的时候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对不起 这张卡也刷不了 闺蜜暴毙吃笑 装什么大款呢 该不会买不起吧 顾泽赶过来 看到我时疑症 还没来得急说什么 女人就扑进她的怀里 老公 我想要这几件衣服 然后 视为一样地走到我旁边 既然你已经准备和顾哥离婚了 我提前叫她老公 你应该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垃圾请你回收好 顾泽匆匆帮她付完款 又过来找我 楚瑜 你搬出去这些天气 应该已经消了吧 我不去计较这几天 你和那个男人的事情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思想龌龊的人 看什么都是脏的 她竟然误会 发小徐然和我之前的关系 我看着不远处 拎着购物袋 等着的女人讥讽 给你什么机会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家里红其不到 外面彩其飘飘 我戳中她的心思 她恼羞成怒 你永远都是我的第一选择 我指着那女人的购物袋 对了 你刚刚给那女人 消费了两千万 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 我的律师会来跟你详谈 她不可置信地打开手机 查看消费信息 就区区几条破裙子 怎么可能要两千万 服务员 我要退款 女人历声尖叫 而服务员则说 女士 我们店的衣服 是设计师独家设计 全球仅此一件 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失去这么大一笔钱 顾泽的脸色 阴沉得像是要低出墨来 顾哥 是他们害我 我没想买这么贵的裙子 是他们故意激怒我 哎呦 果然是装大款的穷人 闺蜜笑得很大声 那女人气呼呼地走过来 我直接伸手 捏住她 扬在半空中的手腕 还没用力 那女人就已经疼得眼泪打转 楚楚可怜地惹人心疼 顾泽过来扶她 她则大叫起来 来人哪 有人欺负人 没一会儿 一排保安过来将我们围住 她巨傲地抬起下巴 这两人对我进行人身伤害 你们快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保安们的目光齐刷刷 朝我看过来 我点点头 他们心领神会地把女人拖出去 惊呆了站在一旁的顾泽 她如梦初醒地反问我 我知道你怕离婚后失去经济保障 你刚刚是不是和店员串通好给小如下套赚钱 只要你把钱还回来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 把人拖走的保安回来 向我报告 楚小姐 人已经送走 从今往后商场不会再让那位小姐踏足一步 我们这边也会增强安保防护措施 是最大最豪华商场的安保人员对我毕恭毕敬 故则一脸震惊 我的闺蜜再添了一把火 出轨难 我们处于可视 是楚家唯一的千金小姐 赶紧领着你的拼头 给我滚圆点 你居然是楚天雄的女儿 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故则大惊失色 声音都在颤抖 她曾不止一次向我表达过 对我爸的钦佩之情 并且立志要成为 像我爸那样的企业家 我本来想着 等今年她的公司更上一层台阶时 把她领回家 让我爸看看我挑选的男人没错 没想到她却给了我沉重的一耳光 现在她知道我的真实份上 那错失一个亿的表情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可笑 而且我还从徐然口中得知 故则不愿意和我离婚的真相 六 她从一年前就开始 有计划有预谋的转移财产 如果不是我意外 在游乐园撞见她的另外一个家 她恐怕会在财产转移完成后 跟我离婚 时光把我大学时 爱上的阳光少年变成了油腻 世故且卑劣的商人 那女人叫沈儒 五年前还是一家夜总会的适应生 自从认识顾泽 便摇身一变成小资情调的名媛 在网络上收获一批粉丝 顾泽背着我 偷偷买了价值千万的豪宅给她 在我陪着她节俭的老妈 顿顿萝卜白菜的时候 她在别墅里和那女人吃香的喝辣的 我真是个十足的恋爱脑 在这种烂人身上浪费掉好几年的光阴 咽不下这口气的 我在徐然的介绍下 找到最擅长处理婚姻关系的律师 因为顾泽出轨证据确凿 而且还涉嫌转移婚内财产等问题 离婚官司打得很顺利 我如愿以偿地分走了顾泽的大半财产 本来以为可以顺利地和这家人撇清关系 没想到偏偏突然告诉我 这几天奶奶都来幼儿园看她 顾泽他妈对偏偏的不喜毫不掩饰 现在频繁接触偏偏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让保镖跟着偏偏 偏偏却说 妈妈 奶奶从来没对我这么温柔过 我想要和奶奶一起玩 我心头一软 我不能因为大人的原因 而剥夺偏偏享受亲情的权利 婆婆再要带偏偏出去 我也没拦着了 可当我晚上给偏偏洗澡的时候 却发现她白皙的胳膊上 遍布密密麻麻的针眼 问她 她却什么都不说 接到调查结果的时候 我眼前一黑 急匆匆赶到医院 我把药推进手术室的偏偏抱出来 冲着顾泽生死历劫 你儿子定了为什么要打我女儿的主意 你在感动我女儿一根毫毛 我要你好看 顾泽她妈从我手里抢女儿 她是我们顾家的孙女 那是她亲弟弟 能够救她弟弟是她的福分 不就是一颗肾吗 如果不是我捐不了 我才不稀罕用这小丫头骗子的 那你找别人 别打我女儿的主意 顾泽的儿子居然得了肾衰竭 我好不容易才怀上天天 那个时候顾泽的事业才刚起步 我和她一起在公司拼搏 直到临产前 我还陪着她在公司熬夜加班 后来孩子早产 我羊水栓色 如果不是换了大量的血 差点就抢救不回来 这是我搭上一条命财生下来的孩子 顾泽她妈没给偏偏喂过一瓶奶 换过一片尿布 怎么好意思开口就要女儿的一颗肾脏 我低下头问女儿偏偏 告诉妈妈你怎么想的 女儿哇的一声哭出来 奶奶说我只有救弟弟 爸爸和妈妈才会重新在一起 不然妈妈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小宝宝 偏偏不想要妈妈和别人在一起 我的心揪成一团 轻轻拍着女儿的背部 妈妈会永远爱你 永远不离开你 我们回家 我带着女儿想离开 却被突然出现的女人抱住腿 求你救救我儿子 我愿意顾泽让给你 顾泽扶起她 看了眼病床上的儿子 对我说 楚瑜 风风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不管她 偏偏还小 我相信 以你家的实力 就算偏偏一颗肾 也不影响生活 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上 就我儿子一命好吗 她心疼她儿子 我自然也心疼我女儿 偏偏体质 从小就弱 别的小朋友感冒 喝点感冒药 就好了 而她一场普通的感冒 都要去医院调好几天药水 我不敢想象 我今天没及时赶过来 我放在掌心宠爱的女儿 会怎么样 七 愣整肩 胳膊一阵刺痛 顾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我手里抢走翩翩 被剔成光头的小男孩 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妈说了 你就是个缠着我爸爸 不要脸的女人 顾翩翩的肾脏 就该是我的 抱歉 我不能失去疯疯 请来的专家 已经准备好了 一转眼的功夫 顾泽抱着翩翩跑的 不见踪迹 而我则被她那 做惯了浓活力 大如牛的妈 死死按着 台山倒海般的 绝望将我淹没 我脑海中掠过 种种最坏的情况 咬着牙 用尽全身力量 把她妈撞到在地 在她妈的追赶下 我慌不择路地 跑进厕所 怎么办 就算现在叫人过来 也来不及了 等等 顾泽他们来的医院 好像是我生偏偏的 那家医院 我马不停蹄地 给徐然拨过去电话 三分钟后 一排保镖 亲自护送 我从卫生间出来 五分钟后 院长领着准备 手术的主刀医生 过来给我道歉 我抱着怀里的 翩翩心有余悸 徐然从我怀里 接过女儿 淡淡地逆了眼 顾泽一行人 霸气跟院长吩咐 从今以后 我不想在我们家的医院 看见这一家人 有了她的这句话 今后是没有医院 敢接手 顾泽她儿子的治疗 回家路上 我真诚地向徐然 表示感谢 事不过三 我已经救了你两次了 你争点 气别再有下次 我连连点头 你准备怎么对付 你那前夫 徐然知道我的性子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害人 我要让她破产 穷得叮当响 我念着她是天天的爸爸 本不想对她如此绝情 可她今天的所作所为 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八 暂时推迟回自家公司上班的时间 我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专门抢雇责的生意 她开的是饮品店 短短几年时间 扩张了数百家门店 在年轻人群体中 很有影响力 但不是我当年给她做的营销 恐怕她的饮品店 现在还是二三线野鸡品牌 我有经验运营经验 再加上用料扎实 价格便宜 推出了具有创意的联名饮品 一瞬间席卷朋友圈 不少人慕名而来打卡 她降价 我就比她定价更低 她做活动 我力度就比她更大 短短几个月 就把顾泽秒杀的连扎都不剩 有人过来牵线搭桥 说初季的创始人 想见我一面 商谈一下统一定价标准 规范市场行情 我想也不想直接拒绝了 顾泽想见我 还不够资格 但我没料到 顾泽居然还有脸 出现在我面前 而且一张口 就是找我借钱 楚瑜 求求你借我五千万 五千万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 我没有 我冷声拒绝 顾泽却像是陷入癫狂 求求你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 帮一帮我 只要度过公司眼前的难关 我一定会还给你 我知道上次是我的错 我真是被鬼迷心窍了 偏偏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不爱她 你要打要骂我都认了 借你钱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总得要点保障 顾泽沉思三秒 立马同意把家里的房子 抵押给我 看着她签字画押的手印 我心满意足地笑了 她就算借了我的钱也没用 她想靠这区区 几千万和我创立的品牌 打架格战 而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同一时间 我让人拍得看不清脸的错位照片 被送到沈儒面前 在顾泽面前 一向温婉可人的女人 居然直接抱着儿子 杀到顾泽公司去 曾经和我交好的顾泽秘书 偷偷给我发消息八卦 视频里的沈儒神情憔悴 披头散发地跟顾泽撒泼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为什么这段时间不回家 儿子生着病你 怎么有脸在外面花天酒地 小三上位的人 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取而代之 尤其是他唯一的倚仗 现在生着病 顾泽因为公司的事情 焦头烂额 沈儒这么一闹惹来 不少看笑话的吃瓜群众 不厌其烦的他 推了沈儒一把 沈儒倒在地上鲜血淋漓 处于姐真是恶人有恶报 听说那位流产了 九 沈儒流产 就他儿子的希望也没了 固则他妈在医院哭天腔地 他妈泼辣惯了 伺候生病的孙子 积攒下不少怨气 骂的话又脏又难听 就连医院的护士都躲着他走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还能有什么用 丫鬟的命天生的小姐身子 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我趁着顾泽他妈出去 偷懒透气的功夫 走进沈儒的病房 没费太大的力气 成功地劝服沈儒 沈儒喜欢钱 我就送给他足够多的钱 顾泽他妈不知道的是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 更何况是被他儿子害得 再也生不了孩子的女人 半个月后 我约顾泽见面谈 还钱的事情 而他则是故作情深地握住我的手 处于分开的这段时间 我认清楚了自己的心 我爱的还是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看着面前 这个虚伪的男人恶心地想吐 他真当我不知道 沈儒卷走他的钱偷偷跑了 他的公司岌岌可危 甚至连下个月的工资 都发不出来 这个时候就想起 我这个单纯好骗的冤大头了 可我还得继续演戏 仅凭那点债务 还不够让顾泽付出极大的代价 恰巧这个时候 女儿打过来电话 催我去参加他的幼儿园家庭日 顾泽迫不及待地表示要一起去 而我自然同意了 许久未见爸爸的偏偏 看见顾泽的时候 表情冷淡 而顾泽则则是使出浑身解数 逗他开心 直到我小生跟偏偏嘀咕几句 他才露出孩童般纯真的笑容 送我们娘俩回家的路上 我说 偏偏因为我们的事情很受伤 如果你愿意和外面的女人断了 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又说 不过你外面那个儿子准备怎么处理 顾泽的欣喜溢于言表 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谢谢老婆愿意原谅我 从今以后我只有你和偏偏 至于那个孩子 我会把他送走 不会让他出现爱你的眼 看着眼前这个无比谄媚的男人 我真的觉得自己曾经瞎了眼 回到家 天天问我 妈妈 我刚刚表现得好吗 我默默翩翩的头发 宝贝 你做得很棒 不管爸爸妈妈的关系变成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公主 而宁峰自从和我从归于好后 便开始飘飘然 甚至在商业晚宴里 都开始以我们沈家的女婿自居 消息传到我爸耳朵里 他恨铁不成钢 以为我对顾泽旧情难玩 在我的一番解释后 我爸知道了我的打算 便也没让人去澄清这误会 顾泽三番两次暗示我搬回家去住 以及上门来拜访我父母 都被我轻描淡写地给推剧掉 他以为我是在隔应那个孩子的存在 给我发消息说 他妈已经把孩子带回乡下 准备送给村里没孩子的老官敷养 大家以为她是储家的女婿 想和我们家攀上关系的人 纷纷找她示好 吹捧的话 让她都快要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就在这个时候 网络上突然爆出 顾泽旗下的饮品使用违禁原料 长期饮用会给人造成不良影响 事情闹得很大 在热搜上挂了整整三天 有人更是顺藤摸瓜 扒出顾泽的发家史 据相关人士爆料 顾泽和老婆大学毕业创办公司 后来她让怀孕的老婆回家 当全职太太 公然养小三 老婆的孩子和小三的孩子 相隔半岁不到 她还想偷偷转移夫妻财产 如果不是她老婆娘家 比较有实力 恐怕真的会被这种凤凰男 啃得连扎都不剩 本来只是些捕风捉影的传闻 可随着知名网红沈儒的自曝 直接把顾泽 这位商业心贵锤得死死的 网络上的人最喜欢吃瓜了 不管顾泽花多少钱 热度始终降不下去 在拒接顾泽十几通电话后 我才慢悠悠按下接听见 楚瑜救救我 我笑了 顾泽 你真的傻得可爱 她恍然大悟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我毫不犹豫地承认 你以为你是什么香伯伯 准你利用别人 就不许别人算计你了 我拿着顾泽签过字的欠条 直接起诉要债 但她的房子早就被沈儒悄悄卖掉 公司濒临破产 负债累累的她还不出一毛钱 没钱的她只能找最近 刚认识的一帮商业朋友借钱 有胆大的人直接向我爸 打听顾泽和我们家的关系 我爸淡然否认 表示他压根就不认识这一号人 强倒众人推 那些曾经跟顾泽称兄道弟的好朋友 都没了以前的和颜悦色 以前巴结过顾泽 给顾泽送过礼品的人 恨不得直接去踩上脊脚 十 把偏偏送进幼儿园 转身我便看见满脸 落腮糊的固则 她没了以前的意气风发 整个人沧桑无比 脸上是仇恨的光 我看见她情绪不对劲 直接往停车的方向跑 但还是被她抓住 她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艰难吐字 一切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我曾经也想和她有个家 圆满幸福的生活一辈子 可是她却背叛了我 从小牙字必报的 我念着旧情宽恕了她的背叛 可她错就错在打起了我女儿的主意 女儿是我唯一的软肋 她不该碰 人来人往的街上 她很快被制止住 我感谢的话刚要说出口 竟然发现是老熟人 楚瑜 这是我第三次救你了 那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你的命是一顿饭就能打发的了 然后徐然开始熟练地抱起了菜名 后来顾泽因为诈骗罪 故意伤害罪等罪名被送进监狱 儿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顾泽他妈六神无主 竟然直接找到我面前来 我看着面前 这个曾经委曲求全讨好的妇人道 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 正是我亲手送进去的 她大惊失色 捂着胸口半嗓说不出话 恢复过来后大骂 罪毒妇人心啊 真是罪毒妇人心 她没叫嚣多久 因为现在的我没耐心听她讲话 直接让保安把她拖走了 十一 处理好这些糟心事 我觉得应该跟天天好好聊聊 天天是个敏感缺爱的孩子 虽然嘴上没说 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想着爸爸的 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事情 用简单直白的语言 跟天天讲清楚 同时向她保证 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我的心肝宝贝 不会有任何人来取代她的位置 你觉不觉得妈妈很坏 她摇头 亲了亲我的脸颊 在我心目中妈妈是全世界第一好的人 在医院那天 其实我很害怕 还好妈妈你来了 我泪流满面 是啊 还好我赶过去了 没生孩子前 顾泽曾经承诺可以让孩子跟我性 偏偏出生后 她妈强烈反对 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 偷偷给孩子上了户口 那时候我还在产后恢复期 也不想因为一个姓氏闹得顾泽为难 便也没再提改姓的事情 如今这件事终于可以提上日程 偏偏也非常赞同 爸爸有了别的小孩 妈妈你只有我了 我喜欢出天偏这个名字 为了庆祝这件喜事 我准备带天偏环球旅行 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机场的时候 徐然站在我们家别墅外面 旅行能不能考虑多带一个我 不了这是单身姑娘们的旅行 和徐然青梅竹马多年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 徐然对我的情意 可没感觉就是没感觉 既然我以前没有选择她 以后就更加不会 倒是我爸妈这段时间 频繁在我耳边吹耳旁风 劝我趁着偏偏年纪还小的时候 赶紧找个对象 孩子也容易接受些 而我却拒绝了 不是因为被伤透了心 不再相信爱情 而是目前的 我只想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安心搞事业 以前和顾泽创业是为了赚钱 等混出一点成绩后 把顾泽领回家 向我爸证明 他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男人 现在的我却发现 相信男人不如投资自己 爱自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每完成一个项目 看着公司的股票上涨 我心里都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至于缘分 如果以后遇到合适的人 我相信我也不排斥走进婚姻 而在那以前 我将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来自宅座 没有 你不能给我 我好看 我好看 我好看